其实像我觉得在这个社会上 我们可以不去欺负别人 也可以抱一个善良的心 但是我们最起码要有保护自己的能力 关于这件事情其实挺窝火的 我们这个装修 现在就是一楼跟三楼装修 现在等于说一楼基本上差不多了 像三楼的话还差门 卫生间的玻璃各方面还差一点 在这个所中生这个地方 这几天是桃花节 大家可以看到这桃花也开了 外面的环境包括你看雪山 那边马上雪山也露出来了 因为这几天在这个地方来说的话 这是旺季 按道理是3月15号交工 结果交到现在就交工 其实大家可以看一下 等一会儿再说这些原因 可以进房间看一下 就进我们住的房间吧 因为这个房间是我们昨天晚上 住了一晚上 现在目前这个房间来看的话 都是一些小细节 比如说上面这些 喷头还有那个报警器 没有安都是一些小细节 包括一些这个贴的这个池条 池条这个你看没有拿胶或者这地方这些 沾的不是特别紧 包括这些这些都是一些小细节没有处理 基本上大方位的 基本上差不多了 我们现在来卫生间看一下 热水各方面都通了 比如说你看现在看这个开关 这些都是一些小细节 包括你看这个这个墙的这种墙缝 包括你看这些包的这些位置 就感觉做工比较粗糙 看一下这个瓷砖 就是这个已经坏了 我不知道坏了就换一块吗 为什么还要给他贴上去 如果说是电通了之后 后面这些小细节坐一下 基本上楼下楼下这些房间 可以正常的正常的营业了 昨天我叫就是我们一个朋友李哥来看的话 就楼上的基本上最难做的就是这 后面的这些小石啊 我随便坐一下的话 估计包括楼上的门啊 各方面安一下的话 估计还要十几天十几天 二十天才能完成 那边还掉了插入啊 可能说客人看了之后 会觉得莫名其妙 这个地方问题大了呀 这个地方 那地方不知道是防水没做好 还是什么地方没做好 这地方在渗水 其实刚来的时候我我 人比较直啊 就直说来的时候 我就是准备已经抱着就是打官司 或者怎么样的这个态度来的啊 来了之后 然后结果就谈了一下 当时谈的也不是很愉快 但是其实谈完之后 我的态度就是 现在工程已经做成这样子了 然后现在也影响了我的营业 然后这些东西就一概不追究了 也不说这些了 因为钱也付了那么多了 也不追究了 我希望就是这边最好的解决方 就是这施工方 他现在把这些该做的 快快的给我做完 然后我这边能尽快的营业 几天根本就不显功 感觉不出来干的啥呢 都是一些这种细节上的想法 像这种拿胶拿这种板子 把这东西粘一下 这种板子 应该是把这个折住 不然的话这个不好看 都有 每个房间都没弄 全部都有 门 门 门还没有安 这个是卫生间的门到了 包括这里面的发展 这是马铁 都没有 都没有 这边的门基本上也没有 都没有安 这些小细节 都没有住 门都没有安 三楼的这个活动还差得远 三楼这些房间应该正常来说吧 应该是价格比高的房间 包括这个外面 也都没有住啊 你看这个房间来说的话 出门那个就是 就站在阳台上就可以看到南家八王雪山 就是大家在镜头里面不太看到 我现在就是把这个镜头弄远一点看 那边就是雪山 今天雪山没有出来 那边是咱们自己的停车场 现在停车场停了好多的车 如果就是说是咱们这个酒店开始营业的话 咱们生意是不错的 而且就是说是 咱们这个酒店是在这个村子里面 非常非常靠前 可以说是最前面 然后前面没有任何的建筑遮挡物 但是没有营业的 真的是有很大的损失 其实像我觉得啊 在这个社会上 我们可以不去欺负别人 也可以抱一个善良的心 但是我们最起码要有保护自己的能力 关于这件事情 其实挺窝火的 然后看着钱挣不到手里 当时他是 呃 延期好几天的时候 其实我们都表示理解啊 这都没事 但是后面就是越来越延误 越来越延误 而且一直到快到4月1号的时候 那个之前我打电话 他说是 就两天就可以通可以营业 结果 两天以后 第三天了还没有营业 我们就 第三天还是第四天 我们就起身从新疆 往这个西藏出发了 就是我们是一直抱着一个 嗯 理解对方心态 他上面签的合同大概就是 他把这个材料 他进场要给他10万块钱 然后进场的钱也给他了 然后他过来之后 他说材料要给他80% 然后材料80%也给了 就比如他每次完成一个 单向给他80%也可以 但是现在我们目前来看的话 他一个单向是完成的 然后之间 他可能跟我们这个 合作伙伴之间有一点 有一点 私人的矛盾 私人的矛盾 但是他现在就是 他现在基本上 钱已经拿到80%了 现在就等于说是 想想着说让我们把钱全部给他 他就是害怕他装好了之后 因为他也违约了 害怕我们钱不给他 然后就以这个来要挟 然后签一些不平等的合同 然后我们没有签 这件事情就是抱着就是开干 商机一千至损八百的那种态度来的 但是后面仔细想一想 你看包括不管施工方也好 我们也好 其实大家出门在外 都是为了挣钱嘛 都是求财 商机一千至损八百这种事情 最好还是 不要的这样的好 现在我们的态度就是说让施工方尽快的就是我们先把楼下的部分房间能一页的我们先一页能有一部分收入 然后这边他快快的把这个工程完成我们把剩下的款给他 然后对大家双方都有好处 因为现在桃花节生意也是比较好 希望的就是他现在尽快的把这个做完做好 然后交给我们来使用来营业 然后我们开始挣钱了 然后也可以好好的把钱给他们 才能心甘情愿的给啊 要不然的话他们又没有做完 又细节方面又做了很多的问题 换作是任何一个人 谁愿意心甘情愿的把这个钱给结了吗 大家看我们门口不停的在过车 然后那边停车场还停满了 然后看和我们同样的别人家的 现在生意都很好 就我们家呢 没有办法好好地营业 然后人家那边看我们邻居这边 也是人家是等到下午的时候 车也是停满了 就是我们现在即使没有营业 但是我们的停车场特别吸引人 我们的停车场基本上车也快停满 这只是中午等到下午的时候 咱们那个停车场基本都没有位子停了 人家都说你好我好大家都好的态度 在处理这个事情 好 好